为什么 为什么替佩玲当这一枪的不是我 而是那个女人 为什么会这么阴差阳错 死东西 你也是跟我 锦池 你这又是发的哪门子邪会啊 老爷回来了 下去吧 锦池 你怎么不问问我 今天那会开的如何呀 大局已定 如今四少说这月亮是方的 没人敢吭声 有什么好问 话虽如此啊 四少年纪尚轻 就能力挽狂澜 稳坐主帅的位置 把手下的一帮旧臣元老 搞得服服帖帖 也真是他的本事 刚才在那军事会议上 我看着众将领 齐赫四少 平定江山 当时那种感觉呀 就像打了一场大胜仗 简直啊 四少的这片江山来的 真是不宜呀 从今往后 这江北六省 便彻底成为 慕容四少的天下 半君如半虎 日后我们程家 该如何在成州自处 才应该是 您关心的话题吧 对啊 四少如今 只是江山初定 将来必成大器 慢慢的 我们这些元老 就不会用了 爹 您知道就好 哥 锦汁 哥 你终于回来了 快坐 哎呀 哥哥对不起你啊 回来这么长时间 也没过上看看你 也没陪你聊聊天 没关系的 你回来的不巧 正赶上成州城 最乱的时候 是啊 怎么 又一个人在下棋啊 刚下完 我今天啊 在都军府里 看到佩林了 不过 她好像比四年前 变了很多 怎么变了 我觉得以前的 佩林 还是一个真性情的人 现在 她好像被权力 改变了很多 变得有些 不择手段 心狠手辣 甚至 毫无人意之心 这次的谋反事件 她对徐长两家的家人 斩尽杀绝 我实在是不甘隔通 哥 你和佩林 是两种不同的人 你当然不能够理解 怎么 你认为 她的做法是对的 干大事的人 岂能有妇人之人 佩林她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任何人 做任何事情 都有借口 我就不明白了 你们为什么拿这些借口 做一些不对的事情 这个世界 有你这样的人 就会有我们这样的人 这是万物守恒的定律 你应该能够理解的 哥 你就做好你的医生 做你认为 是对的事情就好 是啊 我今天在都军府 就救了一个 一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很坚强 伤口那么深 流了很多很多的血 从来没有喊过一句疼 好像是姓义 你见过吧 换做是我 也能挺得住 哥 你今天见到佩林的时候 她有没有提到我 今天倒是没有 她就一直 寸步不离地 守在那个尹小姐旁边 人的命运 为什么总是这么 阴差阳错 如果受伤的是我 她就会寸步不离地 守在我身边了 四伤 李小姐的一切还算稳定 四伤 李小姐的一切还算稳定 今晚 那么那么的缘 你不能够 我你们要在里面 从无知到尖州 我里面 没那么远 有什么 我她就能够 为什么 你会闯进我的生活来 这么漫长的二十几年时间 为什么 在这个时候出现 还有 那么那么多的人 都在夜会顶前 为什么 你会替我挡了这一枪 千万 你相信命吗 我以前不信 但经过这么多 医院机会之后 现在 我有点心了 心智 这么早就来了 照顾病人是我的职责 让我来吧 妈 妈 妈 是我 疼得厉害吗 她还没有完全性 让她睡吧 紧张 健长 马上把许健长找来 这个时候去恐怕不太方便吧 有没有 有没有等到天亮鞋再派人去 有什么不方便的 马上去 是 是不是尹小姐回来了 四少让你过去一趟 四 四少 四少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见我 沈 沈副官 今晚 是不是还在服上 徐少爷 尹小姐想见你一面 她受了点伤 今晚受伤了 跟我来 跟我来吧 跟我来吧 今晚 今晚 秦桓 表少爷 这是四少 你是 是你 怎么 徐少爷不认得我了 四少 不要 把窗帘关上 三小姐 你们都出去吧 我要睡了 三小姐 四少吩咐过 让我们 必须得留在您身边 出去 都出去 我要一个人静一会儿 好 我们出去 我们就在外面 有什么事 就叫我们吧 出去吧 走 什么事 什么事 ок 了 了 了 孩子 你和爸爸上天堂了吗 你们等等我 去 把程大夫叫上 一起过去 小姐 四弟 求求你 我要 求你放过我的孩子 求求你 三姐怎么样 没大碍了 因为她已经没有多少力气 所以隔得不深 没有伤到动脉 我会留在这照顾她 直到她情绪稳定 谢谢你 谢谢你 我知道你心里在怪我 但是 整个世界 也是万万没有料到的 我心里面 也是万分难过 当初你下令 要除掉三小姐家人的时候 你应该想到 会对她造成这种致命的伤害 不是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我当然理解你 你不就是为了权利吗 为了你所谓的江山吗 难道为了这些 你就可以滥杀无辜 甚至伤及你的亲人吗 那在你心里 亲情 恩情 都不值得一提 对吗 为什么那么多的权力和野心 都要伴随着那么多人的死亡 从来都不可以避免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见证 亲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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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 亲吻 亲吻 我是你的舰长 你别怕 我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徐志平的那三个诗 还是交给张继云吧 从这次的表现上看 这个人还是值得信赖的 四少 那张继云 可是徐志平的救部啊 如果把徐志平的部队 交在张继云的手上 是否妥当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当初派他临危 接掌徐志平救部 如今 断然没有过河拆桥的道理 这样的姑息 只会养虎为患 张继云的背景终究不纯 难当重任 依我看 徐志平的军力 应该交给于市长 和我们程家同帅 才能够确保长久的安定 照你这么讲 难道 和长许有过牵连的 成军将领 全都不堪重用 是不是我们还要在 成军内部 也来个大清洗 你才尽兴 四少 我的意见 纯属就事论事 若将重任交给张继云 就像安了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会爆炸 坚持 我一直想说 你的目光虽然犀利 但有的时候 你的想法也过于不留余地了 如果按照你这样的想法 去统领三军 只怕连你的父亲 都会对我的手段感到心狠 四少如今只手遮天 连一点意见都听不进去 恐怕在座的各位将领 已经感到心寒了吧 你 金志 你住嘴 金志 四少的安排也有他的道理 如今兵变刚刚结束 这么快就调整编制 那对稳定大局是很不利的 好了 就按照我说的去办吧 四少 刚才小女堕有得罪 抱歉 爸 你也先回去吧 女儿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我知道你想要教训 可是我没错 女儿啊 你也说过 如今的四少 已不同往日 你今天不应该在这样的场合 正面顶撞四少 不给他面子 我就是让他知道 如果没有我们成家的帮助 就没有他的今天 就算他坐稳了江山 也断然不能不把我们成家放在眼里 你呀 说出来总是一套一套的 可是我今天怎么看 都觉得你不是跟四少讨论正事 而是在跟他赌气 我赌气 我跟他有什么好赌气的 女儿啊 你都明白 你最近心里不好受 那是另一回事 让旁边那些将领们看见 心里还不知道如何偷偷耻笑你 爹 这次你可真的是低估你的女儿 我程锦芝绝不是那种 只会争风吃醋的小女 在这样的大事上 我是公私分明 就事论事 锦芝啊 你敢说 你今天顶撞四少 没有夹带半点情绪 我承认 我是有些情绪 不过有一点 爹您得信我 不管那个引进丸是否存在 不管我和佩玲 究竟是什么关系 那徐志平的旧部 就是不应该留在张祈云的手里 这个态度跟感情毫无关系 爹爹明白 不过 在张祈云这件事的态度上 你是不是有点太武断了 您等着看吧 如今四少刚愎自用 不听我的劝告 迟早有一天 他一定会后悔的 小姐 小姐 可把钟叔累坏了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总算把小姐要的药 给弄回来了 你看看 对不对啊 没错 就是这个 钟叔真是好本事啊 这药都被你找到了 女儿 你这又是唱的哪出戏啊 这个 可是全世界制枪伤最好的药了 你要做什么 难道 您猜对了 我就是要去看那个受伤的女人 你要去看引镜丸 小姐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累了个半死 你还看那个 令人讨厌的贱女人啊 没错 我要去感谢她 谢谢她稀里糊涂的挨了枪子 救了我的男人 锦志小姐你好 小姐 您是不是找四少啊 我不找四少 我是专程来探望尹小姐的 锦志小姐 实在对不住 四少吩咐过了 尹小姐伤重 外人哪 一概谢绝探望 我是什么人 我算是外人吗 你给我闪开 锦志小姐 四少 锦志小姐 尹小姐 我是来感谢你的 谢谢你替佩林挡了一枪 救了她的性命 要知道 佩林的命 就如同我自己的一样 所以 你也算是我的恩人 我给你带来了最好的 治枪伤的药 它可以帮助你 快些好起来 去 把我给尹小姐 带来的消炎药换上 锦志小姐 没有医生的指示 我们是不敢随便换药的 我曾随父亲征战 枪伤我见得多了 这种枪伤 我最有经验 陈大夫又是我的哥哥 你有什么好怕的 还不快去 怎么 你敢把我说的话 不放在眼里 啊 锦志小姐 您请息怒 她只是不敢离开四少的命令 四少那边我自会解释 那尹小姐要有什么差池 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 混账 你是觉得我会害她 我为什么要害她 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 我可没说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锦志小姐 你别生气 别跟她一般见识 你马上给我滚 弟姐消失 小姐 我是程大夫的助手 不是你的丫鬟 你 你们要全力让我消失 哎呀 你们别吵了 别惊动了尹小姐 闪开 你们干什么 四少 他 佩玲 我是来 你疯命是来造乱 跟我来 你能疼我了 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当时问你 你来做什么 我来看看尹静晚 这样都不行吗 你这是来谈病的样子吗 你根本就是来捣乱的 佩玲 你真的误会我了 我带来治枪伤的德国硝烟药 来拜访她 谢谢她 谢谢她救了你的性命 今晚救的是我的命 我自会感谢她 但是 真的用不着你操心 佩玲 我好不容易才弄来这些药 亲自来看望 你就是这种态度吗 你的好意 我替今晚谢谢你了 佩玲 我怎么觉得 你最近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冷淡了 自从尹静晚受伤之后 你就根本连话都顾不上跟我说 刚才你还对我这么凶 你以前从没对我发过脾气 就为了那个女人 对我发这么大的火 你只知道她的伤 可你有没有想过 我看见你这么关心她 一门心思都在她身上 我又有多伤心 多难过 我关心的不只是她 我关心的是城州的每一个老百姓 也包括你 原来在你心里面 我已经变成了那些每一个人是吗 佩玲 就因为引进晚为你挡了枪 而我没有 你的态度就有这么大的不同吗 秦斩 你多心了 佩玲 你相信我 如果时光可以倒回到那一天 我也会不过去为你挡枪 我也会不顾一切地想要保护你的 而这些不只是引进晚一个人可以做得到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我并没有怪你 也没有要求你为我做什么事情 这不是你的义务 那当然是我的义务 我为了我喜欢的人 可以做任何事情 为了你 别说是去挡一枪 就算是去死 我也毫不畏惧 秦斩 我想你一定是误会了 我并不需要你这样的喜欢我 从来 我只把你当作是妹妹而已 用一个肩子 用一个肩子 来吧 你 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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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妹妹 我们从小一起 像兄妹一样长大 你和现日 都是我的亲人 朋友 你是我最聪明的妹妹 很多时候 我都会信赖你的想法和判断 可是 也仅仅是这些 那你为什么这么迟才告诉我 我以为我们两个人 一直很有默契 那就是我们两个人 应该是要在一起的 迟早是要在一起的 这晚天的女人中间 只有我最了解你 只有我才可以帮助你 我以为 你会像我珍惜你一样的 珍惜我的存在 我以为那些 我从来没有说出口的话 你早就应该明白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 让你有了这么深的误会 我从来没有对你 做过非分的事情 也从来没有说过 我喜欢你 我会的 你只是喜欢我的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你看你身边那些女人 她们只不过是过眼欲眼 而我和你呢 我们两个人始终都并肩作战 那不是爱情 我和那些女人只不过 只是逢场作戏 我和你 只是战友 同生共死的朋友 那和爱情没有关系 那眼镜完了 她也是你风潮作戏的女人 对不对 对 对 我这今晚 是真的 不会的 你骗我的 你是不会喜欢上别人的 我不信 我不信 我从来也不信 这世上 哪有什么爱情 都是些虚幻的东西 可如今 我信了 是今晚 让我找到了这种感觉 那个时候 我看着她流行不止的样子 我一直在想 如果她活不成了 我这一生 再也不会怪我 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 这一生只能爱一个 我顾不了太多 守着你坐过的空位 想想着你轮廓 谁说一生不只爱一个 我不管那么多 紧致 紧致 你冷静了 你要我怎么冷静 我心爱的男人告诉我 他爱上了别的女人 我怎么能冷静 紧致 感情的事是不能强求的 你早点明白她的心思 早点心痛 才能早点清醒 重新开始 哥 我从小的梦想 就是能一辈子和佩玲在一起 做她的爱人 做她的战友 我想跟她并肩作战 生死相随 而周围所有的人 也都认为我们是天生的一对 我成几只 注定是她慕容夫人的不二人选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 那个女人一出现 这一切全都改变了 我所有的梦想全都破灭了 为什么 一直以来 我是那么的骄傲 那么不可一世 可是今天 你觉得自己好可怜 我像一个乞丐一样 在她面前乞讨爱情 她都不给给我 我已经如此卑微了 她都不给我 好了 沙妹妹 你能不顾一切地去爱一个人 不怕受到伤害 这不是可怜 这是勇敢 各位你感到骄傲 哥 我已经拿出全部的勇气来爱她 为了陪你 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哪怕是牺牲我自己的性命 也在所不惜 可是为什么 我难一点比不上那个女人 为什么她会爱上她 而不能爱我呢 静止 爱一个人没有错 但你同时也得接受爱的残酷 你爱的那个人 他不是你小的时候想要得到就能得到的完全 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一个有灵魂的人 她也会有自己的想法 会有自己的选择 你不能像小孩子一样 随心所欲 也不能不顾她的感受 痴心纠缠 你越是这样 你只会离她越来越远 爱是这个世界上 最不能勉强 最需要缘分的东西 妹妹 你一定要看开 我都明白 我什么都明白 可是我看不开 我真的看不开 我一辈子也不想看看 也不想看看 小心点啊 这箱里面可都是古董画瓶啊 好嘞 来 这是送给尹小姐的 别摔坏了 轻一点 放上头 对 放这 余太太送的百年山深两只 表少爷 外面这些东西都是这几天 来看尹小姐的太太小姐们送的 医生说了 咱们小姐这儿需要安静 所以我一概挡架了 都没让他们进来探望 只是 人家专门送来的物件 所以只好放那了 表少爷 放好了 你们就下去吧 好嘞 今晚 你快点醒过来 告诉我这一切 不是我想的那样 鱼匙长 好久不见了 兄弟啊 这次你可受惊了 建章还得多谢于市长的帮助 我倒没帮上什么忙 都是尹小姐帮兄弟奔走的 老弟啊 你来成州也有些日子了 我今天特地前来 请你喝杯酒 吃顿便饭 奥布拉于市长 今晚身负重伤 至今昏迷不醒 我不太放心 想守在他身边 这里护士大夫那么多 你带什么心呢 再说尹小姐一时半会儿也醒不过来 这几天呢 你也犹新坏了 就当陪我散散心 走走走 太麻烦了 不麻烦不麻烦 不用了 不麻烦不麻烦 真的不用 一会儿我就送你回来 我点了个不错的地方 咱们好好地喝什么 我交代你们的事情 办妥了吗 办好了 办妥了 四少 您托付那件事情 于市长也正在去办 好 四少 尹小姐醒了 今晚 四少 四少 小姐可算醒了 四少担心坏了 隔一会儿 接着来看看小姐 北林 你陪她一下 你总算醒过来了 这一枪 可真差点要了我的命 对了 你的事情 怎么样了 时间 即便已经平静下来了 今晚 还好你没有事 要不然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快活 别担心我 我已经好多了 你知道吗 你刚醒来 第一件事关心的 竟然是我的事 你知道我要多开心吗 哦 对了 这两天 我迷迷糊糊的 好像看见建章来了 他人呢 我请过 徐少爷过来陪着你 他也一直在这儿 只是刚好今天中午 于是 请他去吃饭 所以他出去了 老弟啊 尹小姐福会双全 必然会逢凶化吉 再说 有四少的言量 一不好尹小姐 哪大夫试问呢 律师长 你我相交一场 你今天跟我说句实话 四少对今晚 有些话 我不该多说 可是我们教我了这么多年 我不告诉你 我良心上也过不去 尹小姐 确实是女中豪杰 难得一见的奇女子 就要宠她 孤身一人来承州 揪你的这份胆识 我就要对她说一声 好 四少 敬上尹小姐 已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是个外人 我说这些话 你别挠 以我看 尹小姐对四少 也未必无异 今晚不会的 会不会 我不知道 可成军上上下下 人人皆知 她是四少的女友 她也不必什么嫌疑 整天跟四少 行踪亲密 要知道 这都军府 从来没有住过 无缘无故 无亲无弃的女子 她这么堂而皇之地 住在这里 很多事情 不是已经很明白了吗 竟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相信她不是 是 我看尹小姐 也不是贪图富贵的人 只不过 四少少年英雄 抛开了身份地位不说 也是一表人才 但凡女子都垂青于她 我想他们俩 相处了这么久 总会生出点感情来吧 老弟啊 我是拿你当亲兄弟 才多说了几句酒话 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 你也得为家里人打算 假若惹毛了那一位 以后你的生意还怎么做呀 她的脾气 你多少也听说过 真是翻了脸啊 别说以后的生意往来 做不了了 在这江北六省 你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了呀 况且 你还有年迈的奶奶 还有弟弟妹妹 你豁出去了 他们指望谁呀 数亲数众 你自己掂量掂量 不就是女人吗 你一表人才 还怕找不到 老弟 到了 到了 来慢点慢点 慢点 小心脚下 去 把许先生扶上去 是 今天辛苦师长了 请司少放心吧 告辞了 师长 慢走 回去 我 来人 徐先生 有什么吩咐 麻烦帮我买一张 会无耻的火车票 是 麻烦帮我买一张 怎么了 四少 你怎么会睡在这儿啊 你公务繁忙 以后别在这儿熬夜了 昨天晚上只说 在这里坐一会儿 谁知道睡着了 四少 那你再回去休息会儿吧 天都亮了 再过一会儿 我就要去办公了 我再陪你坐一会儿 大哥 剑招 他回来了吗 我大概睡糊涂了 你等等 我帮你问问 来人 四少 徐少爷呢 徐少爷昨晚喝醉了 是余市长派人送他回来的 现在正在客房里休息呢 他病人是担心你的伤势 所以才会喝起闷酒来 难免容易喝醉 医生说了 你现在可以吃东西了 不过只能吃流食 想吃什么 我让他们准备去 随便吧 稀饭 嗯 去 吩咐厨房 把稀饭送过来 是 嗯 挺香的 我都有点饿了 那我给四少爷尝一碗 好 四少 您要在这儿洗漱吗 好 举少爷 尹小姐刚醒 是吗 静晚 举少爷请 静晚 是谁来了 要是家瓶 小姐现在外面等着 大哥 是剑章来了 要是家瓶 那我 你来了 今晚 我要来不及了 我就不陪你吃走饭了 大哥请自便 好 有没车 我要到东郊营地去一趟 是 于市长那边怎么说 于市长指数 让死伤放心 警长 我和四少是结拜兄妹 大哥对我 一直是以礼相待的 你们是结拜兄妹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吗 好像我做了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一样 今晚 我要回屋池了 为什么呀 我原来没走 是因为放心不下你 后来听说你受了伤 更不能泡下你 现在看来你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所以我打算先回家看看 你一定是听别人说了什么 对我起疑心了 简章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清楚吗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这东俊府上上下下 人人都当你是四少的女朋友 你叫我怎么相信你啊 我就知道你是因为这件事 我受伤以后 也没有机会好好跟你解释 店长 你听我说 其实这一切 都是四少与我的一个约定 他为了放松 长徐二统治对他的戒备 要我假扮成他的女朋友 在这些假象的掩护下 四少才能一步一步展开他的计划 剑章 我做的所有这一切 都是因为你 我想救你出来 我都不惜赔上了自己的名声 你相信我 我刚才说的字字句句 都是实话 我和四少之间是清清白白的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你不替自己着想 也得为家里人打算 孰轻孰众 你自己掂量掂量 我都不替自己着想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小心 一定平安会 亲好 爹 家里的 一切承担 就全过 你 爹 今晚 我们许家是旧式的家庭 我不能让奶奶伤心 让家族蒙羞 这将被留上 无人不知你跟四少的关系 我们许家 时时丢不起这个人 今晚 你虽然为父我 我只好负你了 建长 我千辛万苦 跑到城州来 做的所有这一切 都是为了救你 你怎么可以 说出这样的话 你真的 真的就为了这个 不要我了 建长 好歹你也是受过 西式教育的人 这个时候 你怎么能用 这样的理由来对我 没错 我是忘恩福音 可是你有没有替我想过 你不惜自己的名声相救 我是个男人 我承受不了你这样的大恩 建长 我真是看错你了 陈大夫 陈大夫 快来看看 看看消息怎么了 小姐 你怎么回事 好 陈小姐 陈小姐 护士 快 准备进进进 小心一点 徐先生 这是四少 特意吩咐我们准备的 下是一点心意 请先生收下 不用了 徐先生 这次来成州 让您受委屈了 我们四少 托我稍句话 他有军务在身 走不开 否则 理当送行 四少还说 他日 如若许先生 有任何需求 四少 必须全力相助 徐先生 请 四少 怎么回事 刚才小姐情绪过意激动 程大夫给她打了一针镇静剂 姓许的人呢 她到底说了什么 我刚才在外面 也没太听清楚 只听说 好像一个人要回屋池 今晚 你别着急 我立刻叫人找许建章来 今晚 你先不要哭 你想怎么样 你说 我立马叫人去办 四生 他也将让我上了火车 以后找回来 是 四生 今晚 你若是想叫她回来 我无论如何 也叫人给你找回来 我只好负义 我是忘了负义 可是你又没有替我想过 你不惜大伤自己的名声相救 我是个男人 我承受不了你这样的大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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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走了 他会好好带你的 我们就算逃到天涯海角 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的 到时候 我们都得死 小兰 我还有爹要照顾 我可不能死呀 我要是死了 他们怎么办呀 小兰 你就嫁给那个男人吧 他会对你好 混家 你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你还算个男人吗 你什么人 你管我是什么人 我就是来教训你 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应该对自己爱人负责 以为自己贪生怕死 就把自己的女人往火坑里推 你还是不是人 你就是个懦弱的畜生 先生 你别说了 他也是有苦衷的 什么苦衷 全都是借口 懦弱的借口 先生 多说的借口 多说的借口 还不错 一切成长 谢谢程先生 其实你现在可以下床了 出去活动一下 对康复有好处 我扶你吧 来 坐下 宁小姐先不要难过 等你伤好了以后 再慢慢解决那些烦恼的问题 免得愁坏了自己的身体 那我先回去了 程先生 你说在这个世上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坚不可摧的 不可改变的 尹小姐 为什么如此感慨 以前我认为最坚不可摧 不可改变的东西 竟然轻轻一击 就轰然倒塌了 你说 我们还应该相信什么呢 都会是这样的 人生总是要经历这样的历程 但是破灭了之后 那些重新生长出来的东西 才会变得真正坚不可摧 你说得真好 程先生 你说得真好 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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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话开了 三小姐 你快回去吧 三小姐 你听话呀 三小姐 我们回去吧 三小姐 三小姐 回去吧 三小姐 回去吧 生在独军府这样的人家 家父和老独军有多年情谊 我和佩林也是从小一起长大 你所见过的锦芝 那是我妹妹 哦 可是您跟锦芝小姐 一点都不像 锦芝有很多的想法和做法 我的确 我的确不太赞同 我虽然卧病在床 但是已经听说了 程先生除了照顾我的病痛 同时也要照顾着三小姐 三小姐如此可怜 立当照顾 四少就是有再多的苦衷 可终究是那么多条人命 更何况 还有三小姐的家人 我真是不能理解 要知道 对权力的欲望 就是会这样慢慢地吞噬一个人 让她变得冷酷无情 佩林原本也不是这样的 但我真的担心 她在这条路上 越走越远 迷失了自己 四少 三小姐这几天吃饭好多了 她愿意吃下一点东西 今天还喝了鸡汤 吃了点水果 可是精神还是有点恍惚 一个人默默地流泪 有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话 好像是跟三姑也说似的 有没有带她出去走走 三子进 今天太阳好的时候 我带她去花园了 可是她摘了一把干树枝 嘴里还喊着是梅花开了 还说要送给四少您呢 三姐 没事的 时间会抚平一切伤痛的 慢慢 你就会忘记 一定会好起来的 请问 大哥 你来了 今天觉得好些了吗 觉得好多了 程先生陪我到阳台坐了坐 你的身体正在慢慢地恢复当中 而且有心智的悉心照顾 我一点也不担心 我只是怕 你一个人胡思乱想 心里不痛快 别说了 好 我不说了 这两天天气都不错 等你再好些 就可以到公园里去走走 我今天看到三小姐在花园里 她整个人憔悴了许多 而且神情还恍恍惚惚惚的 你 金文 我知道你才责怪我 其实 这间屋子里 有两个人在责怪慕容风 一个是你 另外一个是我自己 但是今晚 又有多少人能明白 高出不胜寒 生在这样的人家 就必须要承担 普通人无法承担的苦楚 徐将军的意思是在等等 真是个窝囊匪 慕容风一回来坐镇 他连个屁都不敢放 张将军不轻举妄动 也许有他的道理 慕容风只不过是紫印赋印 一强一炮都没放过 而且做了个都军 我们还怕差不成 大帅 大帅 慕容风 刚刚接掌兵权 立足卫本 要击败他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传我的命令 按原计划行动 进攻成军 是 前厅情况怎么样 刚才得到消息 城门已被攻破 这怎么可能 因为老独军遇难 我把前面的军队 调走了一些 只留下一个尸 颖军呢 又是由备而来 攻击得相当猛烈 那张祁云的第十师 不是在那附近吗 张祁云 恐怕是引狼入室 他的第十师 根本没放几枪 就已经溃不成军了 这个混账 如果内乱未平 又起外国 我担心成州这边 孙静怡 是个不见兔子 不撒鹰的人 现在成军 刚刚攻到前面 按孙静怡的性格 他暂时还不会 清救王冬 必须尽快 控制住外面的局势 才能阻止 他们的理应外合 以发闹得不可收拾 此少说得有理 丑叔 你马上带兵南下 无论如何 你要把前兵 我夺回来 四朝放心 三日之内 我一定拿回前兵 只是 怎么了 英军在永江北岸 吞进了大量的兵力 而且还迟迟不动 他们是想 在我们袭击前兵之时 马上行动 内外夹击 让我们腹背首帝 一样 李师长 有 你即可赶赴前兵 阻止影军的正面部队 是 于某定不无使命 阻止影军 绝不让他们前进半步 他们来个里应外合 我们也可以来个围城打员 李师长 你退到前三角上 在那牵手 把影军的正面部队 困在前兵的峡谷之中 是 程叔 在 你拿下前兵之后 立刻分兵来下 堵住山口 何为英军 是 前兵一役 我们务必挫败英军 让他们知道 就算都军不在 也占不到丝毫便宜 是 将军 不对啊 成绩怎么突然就不退了 还打得这么凶 是 他们最后一个 困兽 不动 令令前市长 不惜代价 拿下山头 是 让陆进攻 快要顶不住了 顶不住了 介绍 于师长说 对方公司太猛了 快要顶不住了 程司令那边怎么样 程司令说 最初下午三点 他一定能拿下前兵 告诉于师长 无论如何 你要顶到下午六点 是 喂 司长命令你 无论如何 也要顶到下午六点 听见没有 命令炮团 把这个山头给我炸平 把他们炸成肉酱 也要冲过去 是 我们 真的快顶不住了 必须撑住 穿我的命令 谁敢后退半步 究竟枪决 是 喂 转告四少 就算站到这剩下午 一个人 也绝不后退 至少的指挥部离着太近 我担心有危险 请四少后撤 你不会撤的 我担心也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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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